好久未露面的于克维带着新专辑0000来给大家见面了 这歌曲一上线就受到不少好评了 这张专辑不仅贴近他的音乐个性 对他来讲更是心血的结晶 这张专辑应该是花了大概两年半的时间去筹备 然后听了大概有600多首的demo 从里面选到了最后的10首 对我觉得这张专辑我自己花了很多的心思和时间 就是从选歌然后到最后决定哪些歌 然后到这张专辑的制作人的选择 然后编曲的方向 然后还有这张专辑的造型 都是我自己来就决定的吧算是 厉害了无理可为看来制作一张新专辑 他也是成长了不少 不过我们可为透露这完全是因为他有个愿望 就是要当自己专辑的制作人 实在是太有志气了 谈到最喜欢的曲风 可谓的答案居然是中国风 像我之前唱过《黄灵的羊》 然后还有包括翻唱过《荷塘月色》 其实都是属于就是有一点中国的那种感觉的东西 对所以我才会在这一次我的专辑里面 也加了一首中国风的歌叫《夜落出雪》 对然后一想到中国风就想到方文山老师 所以这首歌是找方文山老师填的词 虽然在忙着新专辑的宣传 可为也抽空参加了一部音乐剧的演出 他表示这算是今年目前最大的突破了 因为一向大大咧咧的可为居然要体验感情戏 想到他排演时手足无措的样子 就莫名觉得可爱呢 正好排的那场戏 然后是要有拥抱的 然后甚至是要有一些就是肢体接触 然后有一些亲吻什么的 对所以就是对于我来说以前就是有会就会有尴尬症 我看剧看到这些我都有尴尬症 然后就是还好是去年就是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培训嘛 首先就是要当众孤独 对然后就是他们给到我的感觉就是一下子就会让我投入进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